嗨兄弟们,我是小蕾,今天又来赶海了,刚一下来发现一条金光闪闪的鱼啊,我们这边叫黄花鱼,快看还要咬我,这种黄花鱼饱汤的话是特别特别的好喝,比那个羊肉汤都好喝,隔壁的老六就残酷了啊,这个咱把他收了,回家,炸一下,哇塞,又来一条龙尾鱼,这个龙尾鱼胖胖的,像不像个小胖子,这种鱼我们当地非常的出名,它的肉汁非常的嫩,又来一条长嘴的鱼, 你说这种长嘴鱼,它要是轻个嘴啊,吃个饭啥的,你说不得费老劲了吗,长长的这种鱼,我们还有这样式的鱼啊,这种鱼长不大啊,它的特是青色的,又来一条小白虾,哇塞,这么多的小白虾呀,拿回家,炸一下,卷个煎饼,可好吃了,又来一条黄鸡的鱼啊,这种黄鸡的鱼,特是特别的嫩,炸一下,卷个煎饼,特别特别的好吃,太小了,放点它,又来的大白虾, 快看,蹦的特别的花,把你带回家,给你炸了,又发现一条小河藤鱼,这个河藤鱼,来来来,给大家伸个气来,哎,怎么不爱理我,放了你啊,赶紧走吧,来,走,赶紧走,这个太小了,又来一条关公线,正在搬家呢,你看啊,它背上背着个大沫子,你说你累不累,背个沫子,满海,满老海的在走啊,这个咱放了它,走吧,赶紧给我走吧,这个咱不要, 又来一个鸡屎螺,这种鸡屎螺是特别的香,又叫香螺,特别的好吃,收了它,又来个小皮皮虾,这个皮皮虾你也太小了吧,走吧,不熟,又来一条鱼,这个鱼还不小呢,这种鱼太小了,咱也不要,又来一条小黄花鱼,怎么这么多的黄花鱼啊,你们喜不喜欢吃黄花鱼,都来我家吃啊,哇塞,又来一条小河豚鱼啊, 这个河豚鱼生气了,谁惹你生气啊,听说这种鱼可以刷鞋的,给你们演示一下啊,刷个水鞋看看,哇塞,气鼓鼓的样子啊,哎,哎,感觉还挺好,正在直播中,出来我的直播间,加个关注